是谁最早曝光活摘器官 安妮,这位苏家屯血栓医院的前职工 她冒着生命危险 在2006年3月 向国际社会揭开了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黑幕 下面请听她证词的节选 我的名字叫安妮 这几年我一直在逃避秘密口中 我的先生当决定不在参与摘手法轮功学员器官手术的时候 曾经遭到某聚官的暗杀 我和我的前任丈夫在1999年和2004年间在这家医院工作 她是一名脑外科医生 参与摘手法轮功学员研究抹手术 包括部分在法轮功学员火体上摘出眼角膜 我只认这家医院发生了大量火体 摘出法轮功学员脏脐肝脏和眼角膜等器官的 害人这个部分被强行摘取器官的法轮功学员的火体 被秘密扔地用过路方改建的粉丝奴隶 我是在2003年年底的时候知道这件事情的 因为那个时候我丈夫的精神有些恍惚 她参与了这件事情 却一直没有告诉我 一直是秘密地进行 她在夜间经常做噩梦 非常紧哭 她曾经看着电视两眼发呆 然后我或者孩子 要是一碰到她的时候 她会大叫 我教会有近日记的习惯 她在日记里 有一篇日记是这样写的 当这个病人昏去之后 她用剪刀搅开这个病人的衣服的时候 从衣服的口袋里掉出来一包东西 她打开一开是个小盒子 里面有个圆的做法轮的那个护身符 上面有个纸条 写着 祝妈妈生日快乐 我丈夫受了很深很深的刺激 我的家人告诉我说 他说你不知道我有多么痛苦 因为这些法轮功学员是活的 若从死人身体上栽作器官 这还好说 可这些人都真的还是活的 我知道现在医院还有法轮功学员被关押 我希望这个事情也能够尽快地在国际社会上曝光 能够救活这些还没有被杀的人 另外我也希望将事情曝光 为我的亲人数据 我本人因为无法接受前任丈夫参与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手术 我们离婚了 我本人精神上也受到了很严重的刺激和伤害 若不是我的前夫亲口告诉我 他本人参与了器官宅足的这项手术 我真的几乎不能够相信这件事情的存在 我本人不是法轮功学员 我也没有那么高的觉悟 站在这里说话 但是这几年真的 作为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吧 我真的觉得很愧疚 我也曾经把这件事情在中国说出去 但是当我在卫生厅 知道好多人也知道这件事情的时候 他们的看法就和我经验不同 他们说如果你要把事情说出去 不但你存活不了 你的亲人们也不再存活在这个世界上 这是国家在犯罪 我就说这是国家在犯罪 但凭我一个人的力量 我知道没有办法能够留守情况 可是我希望有很多医生会站出来的 我真的希望这些医生 听到我在这里 这样激进激励地去说这么恐怖的一件事情 他们会有良知 我也希望这件事情能够尽快地解决 谢谢 正是安妮的勇敢和决断 撕开了中共活摘器官的黑幕 历史绝不会忘记它 随着对中共活摘器官的残酷事实的不断披露 越来越多的国家团体及个人 都投入到反活摘器官的行列 亚洲欧洲澳洲北美的多国政府 陆续通过决议 强烈谴责坚决制止中共强摘法轮功学员 等良心犯器官的犯罪行为